第555章赠物 楚行云落到地面上 看着眼前的五人 心中也是思绪万千 莫望宫是半人半归之身 一年时间自然不会有变化 但令天冲并非如此 他的右臂断去 暗伤却依旧存在 这一年里没少受到折磨 神态已经苍老了许多 楚行臣的变化不大 他看着楚行云 身体也是激动的发抖 显然 他挂念楚行云太久 现在看到楚行云突然出现 无法压抑心中的欢喜 至于情语焉或血清雾 楚行云自然能感受到 两女的强烈情感 心中叹息一声 依旧以笑容相迎 并没有展露其他的情绪 你这家伙终于回来了 令天冲笑骂一声 让楚行云面生尴尬 微声道 让两位前辈担心了说吧 他转过身 对着楚行臣躬身道 孩儿不笑 也让父亲担心了 你身负重担 这一点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必向我们道歉 楚行臣走到楚行云的面前 右掌伸出 轻拍着楚行云的肩膀 楚行云重重点头 目光扫视周围一圈 见没有其他人的身影 不由出声问道 其他人呢 都去了何方 武静穴终日苦修 少有来到云腾殿 杨炎和张凡归等人 掌管天单部 此刻应该在开课授徒 而雪当空则掌管天宫部 每天沉浸在锻造之中 莫望宫出声解释道 齐天风能有今日成就 每一人都投注了诸多心血 各似其职 从不懈怠 云儿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据我们所知 这个时候 你应该准备参加六宗大比 正在前往星辰古宗的路上 才对楚行云开口询问 楚行云进入万剑阁的事 众人都清楚知晓 他们虽不能进入万剑阁 但对于楚行云的消息 还是知道一些的 六宗大比在即 楚行云身为参赛弟子之一 理应要前往星辰古宗 结果 他却出现在此地 这点 让众人都很好奇 这是颇为复杂 一事半会恐怕难以说清 楚行云笑了笑 回到 先将大家都聚集起来吧 离别一年之久 想必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 好 楚行云同样笑着 他看到楚行云归来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可是 在他的内心深处 也存有一股强烈之感 想迫不及待的出声询问 挣扎了许久后 他终究没有这样做 脸上保持着淡淡的笑容 带着楚行云 朝大厅的方向走去 时间流淌 夜幕逐渐降临下来 经过了一天的喧嚣 齐天风也归于平静之中 但因为楚行云的突然归来 云藤殿自然免不了一番热闹 不过到来之人 都是云藤商会的核心高层 武静穴没有丝毫变化 他看到楚行云之时 只是冷冷道了一声 然后就端坐在角落之处 一言不发 静静拧着美酒 相比于武静穴的淡漠 扬言霍雪当空 则是表现得尤为激动 他们两人刚出现 直接围着楚行云发问 前者询问炼丹 后者询问锻造 言语滔滔不绝 让楚行云都有些哭笑不得 只不过 这种感觉 他在万剑阁根本体会不到 回到齐天风之后 楚行云感觉全身放松了许多 发自内心的轻松 白天 楚行云已经从楚虎的口中 大概了解到齐天风的近况 但具体的发展趋势 他并不是很清楚 一直细心聆听着 说完此事之后 楚行云也大概说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的很是简单 轻描淡写 但众人都可以感觉到其中的凶险 万剑阁统设十八皇朝 底蕴雄魂 绝非寻常之地 楚行云能在短短一年内 就成为炙手可热的天才建筑 要做到这一点 绝非易事 现在 你已经在万剑阁站稳了脚跟 但很快 就要前往星辰古宗 这段旅途 必将伴随着重重危险 你务必要小心 楚行云满是担忧地说道 万剑阁和星辰古宗 都是雄霸一方的庞大势力 楚行云一人独自闯荡 他岂能不担心 与此同时 他也有几分自责 父亲说的话 孩儿记住了 还请父亲莫要担忧 楚行云感觉到了楚行云的无奈 立刻出声安慰 随后他与风一转 对着众人道 这次我返回齐天风 并非是空手而归 我为大家都准备了礼物 哦 听到这番话 众人立即来的兴趣 就连一直沉默不言的五镜穴 也是睁开了双眼 颇为好奇的 望向了楚行云 楚行云先是一笑 手掌翻动 拿出一枚骨香木盒 木盒打开 里面静静扛着一枚幽子丹药 这枚丹药 名为子灵百恶丹 楚行云将木盒递给令天充 解释道 此丹拥有强烈毒性 服下后 毒素会化为洪流 冲击周身经脉 恰好已毒攻毒 治愈令前辈体内的暗伤 不过 此过程可能会比较痛苦 我连断臂之苦都熬过来了 难道还怕了这小小丹药 令天充颇为不满地哼了一声 但他的速度却是极快 一伸手 直接把木盒抢了过来 他的双眼死死盯着子灵百恶丹 已经带有几分跃跃跃欲试 剑状 楚行云脸上笑容浓厚 他的目光看向五镜穴 手指轻弹 一道道剑银声绽放而出 而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一道剑气游龙出现 略于虚空 剑意震撼天地 散 楚行云陡然吐出一道字音 雨落 剑气游龙就此消散 化为三千剑影 悬浮在了五镜穴的面前 相互共鸣之时 隐隐散发出震制气息 这三千柄长剑 虽是一文王气 但每一柄剑身之上 都存有剑震印记 三千印记共鸣 就能组成万剑阁的万剑大阵 威力无比惊人 言语间 楚行云手掌再度俯过 此次出现的 却是一张卷轴 五镜穴打开卷轴 紧紧扫视了一眼 脸上就浮出惊讶之色 握住卷轴的双手 竟开始忍不住颤抖起来 楚行云解释道 三千长剑 恰好可以配备在 三千静天军身上 但万剑阁的万剑大阵 未必适合静天军 鉴于这点 我做出了一些修改 以便煞气能够融入剑阵 这一座剑阵 不仅能将煞气融入剑阵 就连我体内的极煞之气 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对我霍静天军来说 此阵堪称完美 五镜穴抬起头 眼中已是一片火热 如此甚好楚行云满意笑道 随后 他接连拿出了几物 雪清武善剑 身负寒雪武灵 他的礼物是一柄冰霜寒剑 位列六文王器 秦玉烟的礼物 是一件流光长裙 通体晶莹郁润 蕴含无尽霞光 同样位列六文王器 楚虎的礼物 则是一双爪套 佩戴在手上 自然而然就会释放出 无尽虎啸之音 恰好可以发挥出武灵的优势 品阶也不低 五文王器 楚行臣的礼物 是一枚玉珠 通体碧绿 释放出无穷生机 能够很好地滋养楚行臣的身体 恢复因为被冰封多年而引起的暗伤 这些礼物都是珍贵之物 每一件出现 都能够引来轩人大波 即便是在万剑阁当中 也会引来一番争抢 无人能够拒绝 众人得到礼物后 神色都显得极为兴奋 或是穿戴在身上 或是细细把玩 让整个大厅都充满着 轻松愉快的气氛 嗨嗨 这时 扬言故意咳嗽了几声 他没有说话 只是冲着楚行云笑了笑 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 他的礼物 楚行云还没有给他 同时 扬言还挑起眉 故意看了看 莫望宫和雪当空的方向 这也是在暗示 说这两人的礼物 也还没有拿出 看到扬言的这般模样 在场众人都有些忍俊不惊 楚行云更是审笑了一声 手掌张开 一道道流光掠过 悬浮在了虚空中 这些流光 树木极多 足有千余眉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宛若是一眉眉星辰 散发出璀璨光芒 照得整片空间如同白昼 片刻 那些光芒散去 这千余眉流光 居然是储物戒指 这些 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 楚行云的声音显得很神秘 扬言愣了下 快步上前 将其中一枚储物戒打开 一瞬间 扬言的目光呆滞住了 瞳孔瞪得巨大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之物 好半天没有任何动静 随即 他的目光朝其他储物借望了过去 越是细看他所展露出来的神色 就越是震惊 直到最后 他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有种置身梦幻的感觉 师尊 这里面都是什么 秦语焉颇为好奇地问道 扬言回过神 先是深深看了楚行云一眼 而后道 这千余眉储物戒内 东西很杂乱 有灵财丹药 有冰刃食材 也有断料器具 每一类 树木都极其的庞大 足以堆满整座云腾殿 而且 这些东西的品阶 很高 全都在五级之上 咯噔 扬言的话 使得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千余眉储物戒内 全都塞满了珍贵之物 任何一类 都能堆满整座云腾殿 可想而知 各种树木 会有多么的庞大 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东西的品阶 全都在五级之上 众人难以想象 这千余眉储物戒的价值 会有多么的恐怖 就算是十八皇朝的 所有底蕴叠加 恐怕 都远远比不上吧 云腾商会的底蕴 丝毫不差 但跟眼前相比 却是小巫见大巫 你这小家伙 要么不择已 一出手 便要惊天动地 你该不会把万剑阁的千年底蕴 都洗劫一空了吧 扬言满脸苦涩 对着楚行云开着玩笑 扬前辈果然会演 楚行云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道 这些珍贵之物 全都来自万剑阁 我的的确确 把万剑阁洗劫一空了 第556章父子夜谭 空间 煞时寂静 所有人看向楚行云的目光 都略微有些变了 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他们知道 楚行云进入万剑阁之后 地位超然 掌握诸多实权 但说到底 他并非万剑阁主 根本不可能私吞 这么多珍贵资源 但在眼前 这千余美储物界内 全都是珍贵之物 任何一件 都是价值连城的真品 也唯有万剑阁这样的庞然大物 才有如此抵御 一时间 众人充满疑惑 吴静雪 何雪 清吴等人 下意识看住手中的礼物 这些 该不会也是来自万剑阁吧 鱼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 洗劫了万剑阁 楚行云深吸一口气 问出了众人心中的疑惑 楚行云笑着点头 他没有隐瞒 将前几日发生的事 详细说了一遍 众人静静端坐住 保持着沉默 认认真真的听闻过去 其中 就连莫望宫和令天冲也是如此 思绪高度集中 他们越是聆听 心中的惊讶 就越是浓厚 尤其当他们知道 楚行云让太虚是灵蟒 伪装成灵脉 暗中抽立了一条 地级灵脉和 十八条旋级灵脉的时候 一个个人的心脏剧烈跳动 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们可以想象到 如果太虚是灵蟒 突然离开 整一座万剑阁 将迎来一场震动 一场灾难 而这场灾难 足以威胁到万剑阁的传承 你这家伙 实在是太狠了 令天冲沉默半赏后 终于吐出了一道字音 万剑阁 乃是一尊庞然大物 抵蕴之风后 连他都不敢轻易招惹 然而 楚行云依靠自己的手段 居然洗劫了万剑阁的千年抵蕴 就连根基灵脉 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抽离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的修为 并不高 仅有天灵二重 难以想象 他到底如何做到这一切 我做的这些 只是礼尚往来而已 楚行云耸了耸肩膀 其实 他做的这一切 仅仅只是开端 真正的好戏 还没有正式上演 当整个计划浮出水面之后 所引来的震动 绝对是惊世骇俗 随后 众人继续细聊 直到深夜时分 方才是陆续散去 众人离开之后 楚行云走到楚行云面前 缓声道 云儿 你陪我坐坐 好楚行云点点头 跟在楚行云身后 两人穿过回廊 来到了一处亭台 夜空星辰闪烁 伴随着月光洒落下来 不冷 反而是带着思思满意 云儿 你在万剑阁的这段时间里 是否有你母亲的消息 刚踏入亭台 楚行云还没有坐下 就立刻问向楚行云 这个问题 他已经憋了很久 但碍于众人的气氛 楚行云并没有直接发问 这毕竟是楚家的私事 而且还牵扯到 星辰古宗 贸然发问 会让更多人担心 有 但也可以说没有 楚行云早就看穿了 楚行云的思绪 但他给出的答案 却让楚行云愣了下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楚行云抬头望住夜空 重重叹息了一声 而后 他把从长明阳口中 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时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楚行云 这些事 楚行云说得很细 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漏 楚行云听完后 不出声 静坐在十以上 他心中的思绪很乱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好几次张了张嘴 都不知道要如何表达 只是不断叹气 流露出黯然神色 楚行云靠着楚行云静坐 没有说话 同样保持着沉默 夜 越来越深 亭台内 一父 一子 静默而坐 云儿 我是不是活得很窝囊 楚行云 她的心情很低落 柳梦嫣活着的消息 让楚行云 由衷地感到高兴 但柳梦嫣活着 很痛苦 几乎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更甚者 她所知道的一切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事情原因 仇恨恩怨 局势发展 最终结果 这些 楚行云全都不知晓 如果不是楚行云 她 至今都蒙在鼓里 当年发生的事 的确错综复杂 同时牵扯到 星辰古宗和万剑阁 那时候 父亲只是小家族的组长 强行接触这些事 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母亲深谙这一点 所以 她才从未跟你说过 这些楚行云摇了摇头 看住漫天星光 声音轻柔 真的 楚行云一过视线 双眸略动精芒 深深凝视着楚行云 孩儿不会欺骗父亲楚行云 重重点头 楚行云眼中露出一抹感动之色 仰起头 常常叹了口气 道 我楚行云只是一介五夫 能娶的孟燕为妻 已经是天大的姓氏 而我和孟燕的孩子 同样优秀 为人 为夫 为父 能如此 我已经是此生无憾了 她沉下目光 对楚行云说道 喜结齐天风之人 是长翅霄和秦秋末 为此 云儿你进入万剑阁 暗中向两人复仇 至于你喜结万剑阁 应该就是为了当年之事吧 没错 楚行云眼神变得冰冷 回答道 当年 为了各自的利益 星辰古宗和万剑阁 同流合污 将母亲荡成工具班 为此 他们还造就诸多杀念 不仅拆散了我们 还让母亲承受着 无穷无尽的痛苦 这整一件事 母亲并没有错 错的 是星辰古宗和万剑阁 这个仇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咽下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 而我现在做的这些 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从楚行云的语气中 楚行成感觉到了坚定和决然 这一次 他并没有反对 而是伸手拍了拍楚行云的肩膀 严肃到 云儿 只要是你做的事 为父都会无条件支持 但答应我 你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绝不可胡乱冒险 父亲大可放心 我已经布置好了一切 绝不会有生命危险 楚行云眼中的冷意消散 对住楚行成温润一笑 然而 在他的眼眸最深处 那一股冰冷之意 依旧存在着 并且随着这句话的说出 变得越发森然 阴冷 第557章 希望落空 午夜时分 万物俱寂 楚行成已经离开了 庭台中 仅剩下楚行云一人 他看住满天星辰 任由思绪在心中徜徉 静静享受此刻的安宁 过了会 楚行云抬起脚步 朝起天风深处走去 他穿过树林 来到了一处隐蔽山壁 山壁高耸 旗下 有着一道山洞 洞内极为漆黑 一眼看不到镜头 楚行云没有丝毫犹豫 静止走入了洞内 他的步伐很稳 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但他的心神却在颤抖 竟有一丝紧张之感 很快 他来到了山洞尽头 这里是一处宽阔空地 三面山壁灵巡 空间颇大 而在视野中 存有五道璀璨流光 如同游龙般上下蜿蜒 绽放出微光 照亮整座山洞 这五道流光 自然是那五条玄机灵脉 经过一年的恢复 他们已有十米长 仍是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但释放出来的灵力气息 却是浑厚了十余倍 不过 楚行云并没有注意这些 此刻 他的目光 正死死凝视着前方 在五条玄机灵脉的中央 悬浮着一座石台 石台上 静静地端放着一朵 轻柔盛开的精致睡脸 怜心虚无 取而代之的 是一名体态曼妙的绝美少女 少女身穿一袭幽情霓裳 长发如铺其妖 五官完美地无可挑剔 一双眼眸 虽微微闭合 但即便是如此 也能让人感觉到 她动人心魄的美 这名少女 是洛兰 一年过去了 她依旧在沉睡之中 在洛兰的头顶处 悬浮着两道耀眼光滑 滑光 一大一小 大者 是那枚奇异灵兽卵 她日夜吞吐灵液 蕴养着整片虚空 而小者 则是天圣灵珠 在灵脉和灵液的滋润下 她不断散发出玄妙之气 死死守护住洛兰的 最后一丝生机 使其不会湮灭消散 正是在两者的帮助下 洛兰 才得以存活下来 但 也仅仅只能存活 无法就此苏醒 你果然放心不下洛兰 便在这时 一道话音陡然响起 在山洞中不断回荡 下一瞬 楚行云的面前 出现了两道身影 赫然正是 莫望宫和令天冲 两位前辈 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楚行云对住两人躬身 对于这两人的到来 他颇为惊讶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从你回到 齐天峰的那一刻起 我就从你的眼睛中 感觉到了一丝紧张 但这一丝紧张 并非对于我们 排除下来 唯有洛兰莫望宫上前几步 同样凝视着沉睡的洛兰 文言 楚行云自嘲一笑 还未抵达流云皇朝 他就惦念着洛兰 想亲眼看看他的情况 但这一丝情感 他并没有表达出来 而是选择了隐瞒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太多了 而且尤为复杂 楚行云不想众人为他担心 索性隐瞒下来 想在众人都不知晓的情况之下 暗中完成一切 你是否找到了唤醒洛兰的方法 令天冲杏子直 直接开口询问 对于洛兰的苏醒与否 他也极为重视 昔日的青年接天 深深震撼了他 如此一名好女孩 不应该陷入永无止境的沉睡 这个问题 也是墨望宫迫切想要知道的 同样将目光扫视过去 心神紧张 楚行云顿了顿 手掌张开 一道光滑绽放而开 随即 梁老便是看到 楚行云的手掌中 静静躺着一枚丹药 这丹药颇为玄妙 竟呈现一黑一白两种颜色 一股无穷无尽的生机气息 疯狂从丹药内弥漫出来 充斥整片空间 这是何种丹药 令天冲再度发问 严格来说 这还算不上是丹药 楚行云凝视着手掌 回答道 我在万剑阁的灵药炉中 碰巧找到了 虚扬灵花和虚音悬草 这一物 是我经过重重淬炼 将两者融为一体后的产物 除了这两株灵材之外 再无其他的药影 虚扬灵花和虚音悬草 乃是双生之物 一者治阳治刚 一者治阴治柔 两者相互融合之后 将符合阴阳循环之理 从而蔓延出无穷无尽的生机力量 即便没有其他的药影 药效也同样惊人 莫望宫博文广之 见识不在楚行云之下 但他沉阴片刻后 诱到 但这两株灵材 终究只是八级灵材 就算融合之后 其要效 恐怕也难以唤醒洛兰 洛兰之所以沉睡 是因为强行施展青年接天 从而耗光了九星睡帘武林的力量 仅仅保存有一线生机 要想将洛兰唤醒 就必须让九星睡帘武林恢复如初 但九星睡帘武林 是罕见的九平武林 仅靠两株八级灵材 恐怕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两株灵材在灵药炉内 蕴养了千年时光 都已经诞生出了灵智 楚行云紧紧握住手掌 道 因为这点 两者的药效 提升了十倍不止 经过我的淬炼融合后 药效惊人 所释放出来的生机之力 更是强悍了百倍之多 听到这点 莫忘公眼中闪过一丝精芒 生机之力 强横了百倍之多 如此一来 或许 这没单要 真的可以唤醒洛兰 既然如此 那还等什么 赶快给洛兰服下 令天冲催促一声 楚行云重重点头 接触九星睡帘武林的沙纳 让那毫无生机的精致睡帘 颤抖了下 光芒重现 似璀璨了许多 果然有效 莫忘公的神色大喜 如果九星睡帘武林 能够恢复生机 那么洛兰也可以就此苏醒过来 他朝楚行云看了一眼 鼓励道 让洛兰服下巴 此次希望颇大 楚行云再度点头 他也可以感觉到 在魂后生机的涌入之中 九星睡帘武林 已经焕发出了微弱生机 只要所有生机力量释放出来 九星睡帘武林的状态 必定有所改善 呼 楚行云吐了口浊气 手指轻弹 将丹药送入了洛兰的嘴中 轰隆隆的声音传了出来 丹药入口的瞬间 那魂后的生机之力 陡然涌出 竟如同一条长河般浩瀚 没落了洛兰的四肢百骸 乃至他整一具身躯 都被包裹住 好强横的生机力量 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看到眼前这一景 令天冲还是惊了下 可以感觉到这股力量的魂后 源源不绝 楚行云和莫望宫相视一眼 皆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欣喜之色 只因为 在这股魂后生机的冲刷之下 沉睡的九星睡帘武林 居然开始蠕动起来 嗡嗡嗡 那一朵朵精致连伴扬起 在虚空中缓缓摇摆住 每一次摇摆都绽放出幽兰光滑 而这一道道光滑中 无不适蕴含着生机气息 九星睡帘武林 一星一半 此刻 这些连伴已经逐渐复苏 只要全部唤醒过来 将重塑睡帘之星 而那个时候 洛兰也将苏醒过来 莫望宫终于放下了心中大石 连伴复苏之后 接下来 九星睡帘武林 也将完全苏醒 洛兰沉睡了整整一年 今日 她终于要苏醒了 楚行云也浓重吐出了一口浊气 眼眸中 喜色止不住地蔓延出来 更甚者 她心中有几分激动 在思考要如何面对着 刚刚苏醒的洛兰 这个时候 九星睡帘武林的异动 更加剧烈了 九层连伴已经悉复苏 那弥漫而出的幽兰光滑 尤为强盛 几乎另整座山洞 都在颤抖 楚行云握紧了双拳 脸上 一抹笑叶缓缓绽放开去 莫望宫和令天冲 也是欣喜不已 他们可以感觉到 一丝生机气息 正在洛兰体内弥漫着 很快 洛兰就会苏醒 嗡 就在此刻 一遍突生 原本生机剧烈的 九星睡帘武林 突然停止了异动 九层连伴不再摇曳 光芒暗淡 气息微弱 居然重新回归于原处 而弥漫于洛兰体内的 那一丝生机气息 也完全消失了 庞扶从来就不存在那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一幕 发生得太突然 让三人有些措手不及 在此刻 他们脸上的喜色 仍停留在面旁上 彻彻底底地僵硬住 神色呆滞 眼瞳皱缩 九九未能回过神来 果然 依靠虚扬灵花和虚音玄草 依旧未能唤醒洛兰 楚行云的希望 落空了 第558章 中苏醒 武林来源于天地 跟舞者本为一体 昔日 洛兰为了救楚行云 强行施展出青莲接天 作为代价 九星睡帘的潜力被透支 她的周身生机也不在 进入了沉睡状态 要想让洛兰苏醒过来 必须帮她补足生命精元 但要做到这一步 太难 在楚行云的认知之中 唯有生命武皇的圣优虚脸 才能救洛兰一命 虚扬灵花和虚音玄草 虽是八级灵才 但跟圣优虚脸相比 仍有不小的差距 你已经尽力了 莫望宫走了过来 轻拍着楚行云的肩膀 出声安慰 多谢两位前辈的关心 我没视楚行云点点头 对于虚扬灵花和虚音玄草 她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未能唤醒洛兰 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然而 楚行云的内心深处 仍有一丝失落 希望洛空的滋味 对任何人来说 都不好受 呼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楚行云移过目光 重新朝洛兰望去 但 就在她一目的瞬间 悬浮在虚空中的天圣灵珠 竟毫无征兆地 释放出一抹晶莹流光 而且 就在同一刻 九星睡帘微颤 一缕缕蓝光弥漫开去 如水波般轻柔 连绵 将整一片空间 都染成未来颜色 睡帘的连伴随风摇曳 透出浑厚的生命精华 将洛兰的身躯包裹住 随即开始不断悬空而上 破开重重山壁 立于黑夜之中 这是怎么回事 令天充瞪大住双眼 她可以清晰感觉到 九星睡帘正散发出 魂后的生命气息 似汹涌海浪 一波接着一波 连绵不绝 楚行云也被这一幕震惊 她凝视着上方 眼眸中不断闪烁出一光 身形一略 急速朝着前方奔去 这时 九星睡帘的异变仍在继续 视野之中 九星睡帘的连伴开始凋落 连星笼罩在流光中 不断散发出生命精华之余 还重新生长出一层层连伴 滑光不休 最为奇异的是 连星所散发出来的生命精华 居然带有一丝生命波动 由若变强 洒落到楚行云的身上 让她树然屏住呼吸 羞羞羞 接连不断的破空声响起 很快 出虎和秦玉烟等人来到了此地 他们都发现了九星睡帘的异变 奔赴而来 被眼前此景所震撼 少主 出虎指着虚空声音变得有些吞吐 其余之人的表情也是如此 带着惊讶和疑惑 朝楚行云望去 楚行云苦笑一声 如此一景 也是出乎了她的意料 嗡 这沙纳 她突然感觉心神颤抖 寻目望去 九星睡帘已经停止了一遍 那重新生长而出的连伴 足有七层之多 层层连绵包裹 弥漫出蔚蓝之光 照耀夜空 咚咚咚 一股心脏跳动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很微弱 但落入楚行云的耳中 却是如此清晰 到最后 这声音被所有人听到 每一下都如同雷鸣 至于九星睡帘之中的洛蓝 她浑身沐浴在光滑中 幽蓝光束绽放 一道又一道 从身体内迸发出来 发丝如流 随风漂浮了起来 宛若九天玄女般 圣洁而又纯粹 下方的人群 一个个睁大双眼凝视着 没有人发言 更没有人出声 连呼吸都屏住了 生怕影响到九星睡帘 就连楚行云也是如此 拳头紧握 双眼深深凝望过去 嗯 便在这刻 一道微弱声音传出 却敏锐被人群所捕捉到 他们的脸上 抱涌出狂喜之色 身体更是惊喜地发抖 楚行云一掠 靠近了九星睡帘武林 在重重流光中 洛兰仍保持着沉睡模样 但她的眉头 却有了一丝丝动作 身上的生命气息涌动 似乎在不断冲刺 嗡 又是一抹流光绽放 洛兰身上的生命气息 更加浓厚了几分 她那双紧紧闭合的双眸 开始一点点睁开 最后露出了 宛若宝石般的明亮眼眸 楚大哥简单三字 从洛兰的口中缓缓吐出 一瞬间虚空寂静 下方所有人的表情呆着住 连思绪都停止了 楚行云站在洛兰面前 凝视着那双宝石般的预谋 一股强烈之感 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 竟让她感觉鼻子一阵发酸 时隔一年之久 她再度听到了这声呼唤 没有变化 也没有波澜 很平静 但正是这道平静话音 才让楚行云有种热泪盈眶之感 洛兰 她醒了 楚大哥 你怎么了 洛兰再度出声 只见她轻膜帘部 踏出了九星睡帘的包裹 也正在同时 庞大的九星睡帘武林 开始逐渐缩小 悬浮在洛兰的头顶处 七半清幽 散发出无尽的生机气息 下方 人群纷纷奔略过来 眼眸中无不是带着惊喜之态 如此情况 让洛兰感觉更是疑惑 对助楚行云道 楚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 话还未说完 楚行云踏步上前 一张手 已是紧紧抱住了洛兰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令洛兰脑袋一空 耳中却听到楚行云的声音传来 过去的事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已经醒了 重新回到了我的生命中 人群听到楚行云的话 皆是相识一笑 在楚行云心中 洛兰的地位很重 若非洛兰施展青年接天 帮楚行云重塑领海 并且凝聚出青年健体 楚行云绝对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毫不夸张地说 楚行云的领海 身体 乃至此刻的一切 都跟洛兰有莫大关联 现在 洛兰终于醒来 一直萦绕在楚行云心中的一大念想 也终于圆满 她心中的喜悦之情 要胜过在场任何一人 片想后 楚行云松开了双臂 洛兰的面旁变得通红 眼睛翘生生地盯着楚行云 想开口 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样的表情逗乐了楚行云 她在洛兰的鼻尖点了下 含笑说道 这一年以来的事 有些复杂 我等会跟你一一说明一年 我居然睡了整整一年 洛兰猛地惊了下 她突然有些明白 为何刚才楚行云看到她醒来之时 会露出那样的表情 楚行云笑了笑 目光一移 刚准备朝人群望去 耳边 却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碎裂声音 顺着这道声音 楚行云的目光 最终锁定了那枚灵兽卵 但见此刻 灵兽卵的身上 不知何时 竟出现一道道狭长的裂痕 而随着裂痕的出现 一股富有生命力的玄妙气息 缓缓弥漫出来 第559章 奇异灵兽 灵兽卵要孵化了 这个念头 出现在楚行云的脑海中 周围人群也注意到了这点 神色微愣 带有几分惊诧地注视过去 灵兽卵放在齐天峰 也有一年时间 这一年来 灵兽卵除了吞吐灵液之外 就没有任何的动静 似活物 又似死物 充满了神秘色彩 现在 洛兰从肠面中苏醒 这枚灵兽卵居然也发生一变 即将孵化 得到灵兽卵后 我想过无数办法 最后 都未能让其孵化 但在此时此刻 它却即将孵化 看来它所获缺的 同样是生命精元 楚行云顿了顿 脑海中浮出一道道思绪 虚扬灵草和虚阴玄草 蕴含着庞大的生命气息 但这一股气息 并不能让洛兰苏醒 最后 还是得益于天圣灵珠的力量 才踏出这关键一步 这点 楚行云看得很通透 天圣灵珠 乃是圣仙族的镇族至宝 蕴含着诸多玄妙神通 各种变化 连楚行云都无法完全看透 眼下灵兽卵的变化 多半也是得益于此 在思索之时 灵兽卵上的裂痕越来越多 忽地 灵兽卵碎裂开来 一道裂口之中 有一抹影涌出 缓缓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内 那一抹光影 如青烟 在虚空中不断扭曲住 最后 它居然凝聚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奶猫 白底黑花 体态袖珍 一双水灵灵的黑眸扫逝着四周 透出灵动之气息 居然是一只小奶猫 出虎的神色愣住了 周围人群和它一样 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在它们的印象中 这梅灵兽卵被封印了数千年 还能存有一丝生机 并且能够日夜吞吐灵夜 绝非凡物 定然是传说中的无上神兽 微能无穷 起料 灵兽卵孵化出来 居然是一只如此可爱的小奶猫 这样的落差 太大 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楚行云有些好奇地看住小奶猫 小家伙身上的毛发很柔软 显得肥嘟嘟的 漆黑的双眸 彷復拥有灵性 昂着头 居然不怕声 也打量着它 你认得我 楚行云感觉有些古怪 小奶猫的眼睛 眯成一道缝隙 似乎是对着它笑 让楚行云惊了下 难道这只小奶猫 能听懂自己的话 作为武皇强者 楚行云也曾收服过不少灵兽 最强者 以打涅槃境界 但即便是这等灵兽 刚出生之时 也不会有太强的灵质 必须慢慢成长 才可以展现不凡之处 眼前这只小奶猫 刚从灵兽卵中孵化出来 却显得太过于平静 周围人群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对它毫无影响 认真一看 这只小奶猫 倒是挺可爱的 晴雨烟笑了声 手掌缓缓伸了过去 想要摸一摸小奶猫 女孩子对于这种可爱之物 没有太多的抵抗力 可是 就在手掌 要跟小奶猫接触的瞬间 小奶猫突然动了 身体一闪 静止穿过晴雨烟的手掌 落到了楚行云的身旁 坐在那 高昂着脑袋 那双眼睛中 像是透着挑衅 这一杀 所有人感觉脑海一阵轰鸣 晴雨烟的身体 更是僵硬在那里 彭扶变成了一尊石雕 没有丝毫动静 我刚才没有看错吧 这只小奶猫 居然直接穿过去了 出虎说话有些不利落 两只手一直抹眼睛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令天冲和莫望宫对视 都可以看到对方眼中的惊恶 出虎说的没错 刚才 这只小奶猫 并非避开晴雨烟的手掌 而是如同一抹青烟般 直接穿了过去 楚行云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他朝小奶猫望了过去 那只小奶猫站起身 一跃 很是轻松地跳到了楚行云的身上 在楚行云的身边躺下 这刻 众人在惊 要知道 秦雨烟刚才去摸小奶猫 小奶猫不屑 宛若青烟般 直接穿过了他的手掌 但此时此刻 他不仅落到楚行云身上 还躺了下来 这一虚一时 古怪莫测 使得众人都有些摸不住头脑 看来我们都小瞧了这只小奶猫 不过 这小家伙的个头太小了些 似乎没什么战斗能力 楚虎黑黑笑了声 略带好奇地打量住小奶猫 小奶猫的灵智极高 似乎听懂了楚虎的话 那双漆黑眼眸沉下 其内 居然有一抹一光绽放出去 映入了楚虎的眼中 嗡 同一瞬 楚虎的身体颤抖了下 站得如长枪般笔直 他的瞳孔变得空洞 似乎没有了意识 然后手脚不断挥动 如同疯子那般 口中还发出鼓鼓怪怪的叫唤声音 没过多久 楚虎停止了这一动作 身体又是一颤 原本空洞的双眼逐渐恢复神采 一眼扫过 发现所有人都盯住他 脸上露出呆愣表情 楚虎顿时脸色一红 眼睛瞪着小奶猫 低声鹤道 刚才是你搞的鬼 小奶猫站在楚行云的肩头 晃了晃脑袋 似乎很是得意 一只小爪子伸出 在半空中灰了灰 根本不惧怕楚虎的恼怒模样 这样的画面 很是古怪 一下子就逗笑了洛兰和秦语焉 与此同时 楚虎也露出了一副囧态 这只小奶猫未免也太通人性了 根本就不怕它 刚出生就身通人性 还能够随意转换自身形态 使自己处于虚实不同的姿态 这样的奇异灵兽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漠望宫不断履住长须 他身为上古武皇 自然见过不少的灵兽 但面对着小奶猫 他却一无所知 而且 这只小奶猫还精通铜术 刚才那一刻 他利用自己的灵魂之力 强行让楚虎失去意识 此灵兽 的确不凡 但令天充也是嘖嘖称奇 灵魂之力 是一种很缥缈的力量 能掌握这种力量的灵兽 他也不曾多见 更何况 小奶猫刚出生 就能掌握灵魂之力 如此强横的天赋 更是少中之少 听到两人所言 楚行云也是颇为赞同的 点了点头 小奶猫给他的惊讶 太震撼 就算比之古籍上的无上神兽 也是不遑多让 想了想 楚行云朝着小奶猫望去 准备细细打量一番 但谁知道 那只小奶猫极为不安分 身体化为虚幻 在虚空中不断地篡行 最后 小奶猫的目光落到白虎身上 一个闪烁 静止站在白虎的面前 双眸颇为好奇地扫视柱 似乎对白虎颇感兴趣 他该不会以为白虎是他的同类吧 楚虎打去了一声 想要抱刚才的一眼之仇 但 他的话音刚落下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小奶猫绕住白虎转了几圈 身形一闪 如青烟般没入了白虎的体内 此后 更惊人的一幕出现 随着小奶猫掠入白虎的体内 白虎那双混沌无光的眼眸 陡然绽放出一道灵光 一抹宛若生灵般的魂后生机 一点点释放出来 最后直冲天际 白虎 活了 第五百六十章以魂为名 白虎 只是一尊灵规 通体由玉外金属胶筑而成 虽说体内残存着一丝白虎残魂 但依旧不通灵质 仅能做出一些普通简单的动作 此时此刻 他身上却散发出魂后的生机气息 举止间 完全没有平日的死气沉沉之感 尤其是那一双眼眸 灵光闪烁 深邃莫测 犹如真正的生灵 羞羞羞 接连不断的破空声传出 白虎的速度更快了 穿行于虚空中 如一道银色闪光 锁过之处 烟尘卷起 锋芒绽放 将地面硬生生撕裂出 一道道奇长裂痕 白虎的身躯 是绝世罕见的玉外金属 坚硬无比 连武皇强者都难以摧毁 而白虎的存在 更是杀戮的代名词 身负更金之气 杀无止境 永不停歇 奈何 白虎体内的白虎之魂 并不完全 仅是一缕残魂 这样极大限制了 白虎的杀伤能力 一旦面对天灵强者 根本无法造成威胁 鉴于这点 楚行云从未召唤白虎 只是将其当成代步工具 这刻 白虎所展现出来的气息 尤为强盛 一扑 一咬 杀起滔滔 一冲 一斧 杀一侧漏 让拥有极煞之气的五金血 都感觉有一丝心颤 周身席卷出紫黑之光 白虎残魂 仅存有一丝 早已无法修复 莫非这股浓郁的生机气息 是来自那只小奶猫 作为白虎的制造者 莫忘公对白虎很是了解 锦一顺 他就察觉到了异样 这话音落下 白虎的动作骤停 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咻一声 小奶猫从白虎体内掠出 站立在白虎背上 两只大眼睛滴溜溜转着 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洋洋得意之感 模样很是讨喜 见此一幕 众人顿感则舌 白虎的异样 果然来自这只奇异的小奶猫 而且 他似乎很喜欢白虎这具身躯 左跳跳 右跳跳 表现得极为欢托 这只小家伙刚出生 体魄难免孱弱 而白虎的身躯强横 武皇强者都无可奈何 很显然 他已经看中了白虎的身躯 莫忘公已经揣测出了小奶猫的想法 但在同时 他的心中也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 当年 他在机缘巧合之下 方才得到了白虎残魂 虽说只是一缕残魂 但白虎作为杀戮神兽 即便已经残缺 所释放出来的神兽气息 也是极为恐怖 能够轻松震慑万兽 但 这只小奶猫 进入白虎身躯的时候 白虎残魂 却没有丝毫地排斥 甚至 莫忘公还可以感觉到 白虎残魂 似乎很惧怕小奶猫 主动让出了身躯 莫非这只小奶猫的来历 比传说中的白虎神兽 还要恐怖 莫忘公的脑海中 浮出这个念头 她难以想象 一只如此可爱的小奶猫 来历却如此的恐怖 秀 在莫忘公思索之际 小奶猫又是一掠 落到了楚行云的怀中 毛茸茸的身体 蜷缩住 居然呼呼大睡起来 还发出一道道微弱的憨声 这个小家伙 还真是不客气 看住呼呼大睡的小奶猫 洛兰的眼中 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开口说道 小奶猫刚孵化出来 就到处蹦跳 还用灵魂之力捉弄了小虎哥 不如我们就叫他小魂吧 小魂 楚行云目光微宁 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 小奶猫的来历莫测 身体忽视忽须 还精通灵魂之力 这个魂字 倒是极为贴合 这个名字不错 就叫小魂把楚行云满意点头 话一出口 躺在他怀中的小奶猫 转了个身 尾巴上下摇晃 就庞佛是在点头同意那般 请客间 让众人忍俊不惊 惹来一阵欢笑 此后 楚行云在齐天风 住了下来 经过仔细检查后 楚行云可以确定 洛兰体内的生机 已经补足 不会再陷入沉睡之中 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洛兰的修为并无变化 仍在聚灵境界 可九星睡莲武林的品阶 却跃升到七品层次 更甚者 洛兰对清莲武典的感悟极深 仅仅运转一个大周天 就完全洞彻了其中的真谛玄妙 一念之下 清莲丛生 修炼速度之快 让楚行云都嘖嘖称奇 清莲之道 本就是舍生之道 洛兰舍生取义 已然领悟了清莲武典的精髓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必能修炼到最高境界 乃至做出突破 楚行云在心中如是说道 洛兰的静静 让楚行云感叹 小魂的存在 同样令他惊叹连连 虽说小魂刚出生 但他对虚实肢体的掌控 却妙致豪颠 几乎在一瞬间 就能在虚实之间转换 而且 他拥有的灵魂之力很强 能轻易作用在 地灵强者的身上 即便是天灵强者 都会受到影响 这两点 已经刷新了楚行云 对灵兽的认知范畴 但更让他惊讶的是 小魂身上的灵力波动 极其诡异 跟寻常的等级制度 完全不符 如此情况之下 楚行云也是顿感无奈 不知道要如何 培育这个小家伙 除了关注洛兰和小魂 楚行云也经常在 齐天锋走动 一边观察齐天锋的变化 一边给出自己的意见 完善一些规章制度 树林之内 宁静祥和 时而有微风摇曳而过 转眼间 便是三天时间过去 这日 茂密树林内 流光璀璨 一股浑厚气息弥漫出来 刺目光辉 笼罩整片虚空 漠王宫和令天冲 站在一起 两人的目光 同时望向树林 皆是露出满意神光 突破了 楚行云的修为在静 成功进入天灵三重 这样的修炼速度 不可谓不恐怖 片刻过后 楚行云从树林中走出 只见他面带微笑 俊逸非凡 浑身上下 居然没有半点气息流露 已经到了反扑归真的境界 秀 一抹流光略来 小魂跳到楚行云的怀中 小脸左右蹭住 跟楚行云极为亲密 这三天里 小魂已经跟所有人混熟了 洛兰和秦宇燕都能抱他 但能让他做出亲密动作的 却只有楚行云一人 楚行云抚摸着小魂的柔顺毛发 开口说道 令前辈 莫前辈 父亲 小虎 你们都过来吧 雨落 外面一行人纷纷踏步而来 他们皆是面带微笑 只听到楚行臣爽朗笑道 不愧是我的儿子 果然天赋不凡 这么短的时间内 居然踏入了天灵三重之境 听到这话 人群纷纷露出惊叹神色 尤其是雪清武 他扶下九旋破阳丹之后 成功进入了天灵境界 深知这一境界的深奥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楚行云再破境界 成功踏入天灵三重之境 若不是青年所见 他难以想象这种修炼速度 众人落到了树林中 一排而战 另于楚行云的面前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气氛很是融洽 透出勃勃生机 楚行云嘴角带着淡淡笑叶 扫射众人一眼 最后到 我在齐天峰停留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离开了 第561章离去 这话出口 在场众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住 一抹离别愁绪 弥漫在整片空间之中 这么快就要离开吗 洛兰有些不舍道 对他来说 三天时间太短 秦云烟或许轻武 也想出声询问 但两女最终却没有开口 侧过身 躲在人群的后方 暗暗发出一声声叹息 我现在还是万剑阁的建筑 需要前往星辰古宗 参加六宗大笔 这次返回齐天峰 也只是为了处理一些事宜 并不会久待 三日时间 已经是极限了 楚行云凝视着众人 缓缓开口道 我从万剑阁搜刮回来的资源 已经全部归入齐天峰之中 至于如何调配 相信你们都有所经验 我也不再多做赘述 只是 你们依旧要谨慎行事 商会的暗中渠道不要暴露 以免被常赤销和秦秋末 发现了端倪 当然 他们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明白众人纷纷点头 云腾商会经历过一场浩劫 现在浴火重生 并且发展到如此规模 他们定然会处处小心行事 暗暗崛起 令前辈楚行云朝令天冲望去 但声道 你扶下紫灵百乐丹后 已经彻底压制住体内暗伤 但仍不可急躁 须循须渐进 待暗伤完全驱除之时 你的修为也能有所跃升 放心 这点我牢记在心令天冲大笑回应 他的身体状况 他最为了解 扶下紫灵百乐丹之后 暗伤的确在缓慢驱除 同时 那坚硬的修炼桎 也有了松动的痕迹 只要一个契机 他就能突破修为 进入六节涅槃之境 叮嘱完令天冲之后 楚行云的目光落在莫望宫身上 宁声道 莫前辈 万剑阁的三千长剑 虽只是一文王器 但三千相聚 威能却堪比皇器 范无解显然知道这点 所以才会在宝库中存储海量的石材断料 三千长剑 暗暗贴合万剑大阵 是万剑阁的大杀器 范无解作为阁主 自然想要提升这一力量 因而 战略宝库之内的石材断料 都是极为罕见之物 目的 就是为了提升三千长剑的品阶 可惜 范无解的锻造能力有限 无法同时提升三千长剑的品阶 这才迟迟没有动手 但这点对于莫望宫来说 却不是问题 只见莫望宫淡笑出言 回到 你说的这点 我早已心中鸣雾 这几日 我都在清点石材断料 并且暗中做出规划 现在随时可以开炉锻造 而且我有预感 经过这次锻造 这三千柄常见的组合之威 将强横数倍 一旦配合你改造的剑阵 威能之强横 已经不亚于真正的黄契 莫望宫顿了顿 立刻补充一句 他眼中透着亢奋之色 显然成竹于胸 一旁 武静血沉默不言 但眼中也是有激动之色 这三千长剑 将配备给三千静天军 长剑之威越是强横 静天军拥有的实力 也将更加强大 他身为军手 又岂能不激动 至于丹药方面 楚行云目光又移 还未说完 扬言就出声打断道 这些我都知道 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你就放一百个心把言语间 扬言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那自信满满的模样 让不少人低笑一声 使得弥漫在虚空中的离别仇绪 稍微缓和了几分 随后 众人并未离去 他们在原地盘坐下来 似乎在继续讨论着什么 这一次谈话 跟刚才的不同 全员静默 唯有楚行云不断开口 整一片空间 更是被灵力所笼罩住 彻底和外界隔离开来 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修养好身体 整顿队伍 随后方才是炼制丹药 提炼兵刃 时间略微急促 仅有三个月 正值六宗大笔结束 楚行云面色严肃 一字字道 此次行动 静天军可先行赶往预计地点 其余之人在后方随时待命 之后 如此谈话 秘密至极 众人都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 就这般 一夜过去 当众人站起身来 东方 已有娇阳升起 晨光洒落 透过了树冠 在地面上留下斑驳光影 暖洋洋的 感觉极为舒服 时间差不多了 楚行云眼眸中透出一芒 只见他脚步一踏 稳稳落到了白虎的背上 目光凝视着下方众人 小魂身形一闪 也稳稳落到白虎背上 显然 他也随楚行云一起离去 诸位 齐天风就交给你们了 不久以后 我们在万剑山相聚 楚行云雨带豪气 随即袖袍挥动 立即遇空而去 众人望着那黑色身影 心中都充满了感慨之情 楚行云此次前往星辰古宗 不知又会掀起何等风云 以这家伙的性格 此次的六宗大笔 肯定极为精彩 令天冲看住楚行云远去的背影 嘴中低声呢喃住 短短一年时间 楚行云就把万剑阁搞得鸡飞狗跳 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搜刮了千年底蕴 这次他前往星辰古宗的目标明确 必定会掀起滔天风浪 既然少主如此努力 我们也不能落后 一定不能辜负了少主的期望 楚虎挥舞着双拳 全身上下弥漫出炙热之色 其他人听到这句话 脸上皆是露出了笃定神态 修 破空声响起 短短一瞬之间 在场十余人离开了 奔赴到齐天风各地 山巅处 一道道雷光落下 令天冲傲然站立在山巅之处 身上雷光绽放 凝聚出一尊千米雷鹰之影 他的双眸陡然睁开 望向浩瀚长空 淡淡吐出一道话音 范无杰的无双剑术 我早就文明多时 这次我定要抓住机会 好好跟他切磋一番山腹中 一缕缕敲击声响起 星魔锤落于虚空 衍生出万千星魔 将万寿活卷起 笼罩住三千长剑 使其发出无穷剑影之音 三千长剑 既能分又能合 实在是有意思 当年我锻造出天宫悬印之后 就显有权力出手锻造 此刻 我拥有如此多的食材断料 绝不能白白错过了机会 定要锻造出绝世之物 莫望宫轻抚住心魔锤 心中的激动之情 竟让他的双手颤抖起来 山腰里 一声声怒吼绽放 三千进天军立于虚空 他们的战位暗藏玄妙 每一人身上弥漫的煞气 都能相互衔接 一人为眼 三千为阵 煞气席卷长空 久久凝时不消 我五金血戎马数十载 不惧王国 不窃皇朝 曾幻想大破万剑山 将万剑阁狠狠踏于脚下 现在 时机终于成熟了 我倒要看看 守护万剑阁千年之久的万剑大阵 到底能否挡住我的不败军阵 武进血高高挺起胸膛 单手持己 目视远方 身上除灰红战役之外 别无他物 不仅仅是这三人 齐天风各地 也发生着同样的一幕 所有人 气势火热朝天 都开始有条不紊地执行住自己的计划 这些人 潜藏折服 搅弄云雨 正暗中酝酿住一场惊天风暴